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菜的田园 今天分享一种树上的蔬菜 它既是树 又可以当菜吃 在北美地区也能过冬的 种一次可以吃几十年 还有健卫礼器 抗衰老的功效 非常值得种的 究竟是什么呢 它就是乡村 又叫乡林子 村苗等等 我们只要是使用乡村树的嫩芽 可以做成各种的菜熬 很多人都喜欢吃 所以很多朋友都想自己种乡村 今天老太就来分享 用种子种乡村的整个过程 最适合的种子是红油乡村的种子 因为这个品种的种子的出苗率 要更高一点 品质也更好 看 这些种子的颜色是红黄的 颗粒饱满 如果直接拨充的话 种皮厚 有时难以出芽 所以先进行吹芽比较好 先把乡村的种子 放在30-40度左右的温水中浸泡 不停地搅拨 不停地搅拨 便于种子吸收水分 然后将种子浸泡在温水中24个小时左右 再把种子倒出来 再把种子倒出来 用厨房纸包好 放进塑料袋里 然后再放到25度左右的位置吹芽 几天后就可以看到种子露白了 当胚芽露出米粒大小时就可以播种 这些种子的发芽率很好的 先准备好育苗土 浇点水输润泥土 接着准备要播种的位置 然后用镊子轻轻地把种子放到育苗土中 放的时间又注意把配根向下 有利于种子长根的 接着就覆盖薄薄的一层土 最后再浇点水就可以了 期间要注意保湿保温 大约10天后 乡村出苗了 有这么高 乡村是洗光的植物 我把药苗放在植物东西 接着光照 也可以把药苗放在窗边 介绍阳光的照射 帮助它们生长 在多伦多4月初就可以在室内育苗了 乡村生长适宜的温度为 16到25 40度左右 要等室外气温稳定在16度以上 才能把药苗移栽出去的 先规划好移栽的位置 选择光照充足 地势平坦 排水良好 土自肥沃的地方 尽量要离房屋远一些 我先用容器种子 以后再栽种到地里 药苗根系的吸水浓力比较弱 因此移栽后要浇透水 以后就是看情况而浇水的 乡村属于树松的四种 适应性强 生长迅速 这是七月中的乡村 只过一周就长高不少了 乡村是耐旱不耐烙的 要避免积水 夏天的时候可以藏浇水 促进乡村的快速松长 进入晚秋时 要注意控水了 促进枝条的充实 乡村 种常生长需要保持土自营养 所以每个月要施有积肥一次 适当的施业加贾肥 可以帮助它长得更加旺盛 8月初 乡村树长得很嫩的芽了 乡村芽生长到20公分左右的时候 可以进行采摘 采摘时要注意 最好在乡村芽的基部保留2-3片叶子 这样才有利于乡村栽次发芽的 然后长出新的赤枝 每次乡村树采摘后需要及时的进行吹肥 当年用种子种的乡村可以不用修剪的 到了第二年才修剪 如果乡村生长较快 也可以当年修剪 修剪有两个目的 第一就是促进生长新的分支 提高乡村芽的产量 第二就是控制树体的高度 既方便采摘 要保持树形优美 修剪的方法就是当竹竿长有50厘米的时候 就要剪除组织的顶芽 等刺芽长出后 留下3-4个粗状的刺芽 其他多余的可以磨除 等刺芽长成刺枝 第二年这些刺芽长出了顶芽了 同样的方法需要剪掉顶芽 留下3-4个刺芽 以此类推 这样让乡村不会长得过高 确保树冠多分支 多产春芽 原来乡村可以能受低于零下25-40度的寒冷天气 在冬具较温暖的地区 乡村树 夜冬可以不需要特别的保护 而在多伦多 幼树比较容易被寒冷天气冻伤 需要一些月冬保护的 首先是培土 然后浇水 接着在上面覆盖一些干草 或者上面用麻布包裹一下 这样帮助幼树在寒冷的天气越冬 如果你的乡村树第一年还不是太粗壮的话 我建议搬进赤库过冬更安全 看第二年春天的时候 它要萌发出新的乡村芽了 乡村树属于长寿的树种 种一次呢能吃几十年的 乡村不仅风味独特 营养价值丰富 而且呢有清热解毒 润肤明目等等的功效 吃乡村的方法很多 可以乡村炒鸡蛋 或者乡村拌豆腐 乡村加面粉炭饼等等 所以面间有门前艺术村 村菜不担心的说法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乡村含有少量的亚硝酸盐 食用前呢要用沸水烫一分钟 就可以去除乡村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亚硝酸盐 乡村这么好 想种的朋友可以在老蔡的田园种子网站购买种子 另外还有300多样花园爱种的种子可以选择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